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前两天刚公布的陈奕海等等 进去张新宇的微博会发现他经常分享自己宠物狗猪猪的动态 有时就算是去拍戏都会带上猪猪 无论是否为粉丝都知道张新宇非常爱狗了 但是前些天 网友却发现张新宇已经把自己的爱狗寄宿到朋友家 把家中宠物送出去一般是家里有孕妇的表现 网友们秀出了八卦的味道 有网友留言更适量了 看看你儿子的干的好事 在张新宇宣布结婚之后 首度出席了梦活动 得他看起来状态非常不错 但是穿着西瓜红色宽松 长裙稍微有点显胖 再仔细一看 腰腹部好像变出了 在工作人员的保护下走浅路来 也是小心翼翼的样子 网友分分猜测张新宇应该是有孕在身 不过干怀不久 孕度还不明显 又在这个月12号 有位网友爆料着 自己在运件中心VIP通道偶遇到了张新宇 总和以上种种迹象 加上张新宇跳过公布恋性这一环 直接公布结婚 确实突然 网友怀疑也是合情合理 但是 张新宇一直没有回应自己怀孕这件事 而且小八认为是运件中心可能是陪朋友来 也有可能只是事运前检查 所以单靠以上几件事就来判断 未免有点捕风捉影 首先 来说一说 张新宇运件正事 从这位网友提供所谓在运件中心偶遇张新宇的照片来看 照片拍得十分模糊 根本无法辨认是否为张新宇本人 再加上张新宇这个名字是他的一名 他的原名叫张燕 身份证上也是用的原名 那么理应挂号用的名字也是张燕才成立 比较加一 再来说说张新宇寄宿爱狗的朋友家 张新宇固然是非常爱他的宝贝狗 但是拍戏 出席活动等工作白忙 也不能时时刻刻都带着狗吧 而且小八发现他是把狗寄宿到经纪人家了 而且下面热评第一留言 看看你儿子的干了好事 这个人就是他的经纪人 他所说的儿子 也是指张新宇的爱爱狗猪猪 P1加2 最后 来说说张新宇出席活动穿着宽松酷肚子 这是本来听起来就有点扯了 张新宇前期确实是走性感路线 但是不代表人家 就一定只穿现身材的衣服 这套宽宽松松的看来也仙气十足吗 重点的是 他当天可是踩着一双十多厘米的鹤天高呀 真的还愿穿这么高的鞋子 这不是作死吗 网友们去刮还是要吃得清楚一点呀 什么所谓啊 护着肚子 也只不过 都没什么特殊含义的普通动作 真的是网友们想太多了 P1加3 虽然张新宇和和姐闪婚 打得大家也是措手不及 怀疑凤子成婚 也是人之强情 但是张新宇自己说了 是因为爱情才嫁到 只有这一个原因 网友猜测最多也是 没有实锤 小八认为 就算是真的未婚线孕 也不代表没有爱情 不仅仅是明星 我们周围也有很多 未婚线孕的亲戚朋友吧 网友们也不必太纠结于这个 如果张新宇真的怀孕了 也瞒不了多久 相信也会像宣布结婚一样 大大方方的告知大家 到时候 我们再来一起吃吃瓜 P1的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户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户